而宝宝生出来之后 也要特别注意 是不是有睡满14个小时呢 不然的话和南投好壮壮哦 这是国民健康局统计出来 台湾6到18个月大的 婴幼儿有7成呢 每天都睡不足14小时 台湾的幼儿晚上9点前睡觉 更是不到两成哦 可能呢 是因为父母亲的关系 但是这么一来也会影响到 他们脑部跟神经发育 除此之外呢 还会造成呢 所谓造谷细胞生成受影响 让小朋友长不高 而且睡觉时最好关灯 刺激退飞激素的分泌 才能够帮助小宝贝的生长